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做个骰子豆腐炒节瓜 要准备一块板豆腐 还有一条节瓜 那还有呢 包厢的部分就准备 蒜头 也要葱也可以 首先呢要把板豆腐 切成骰子状 那 应该念头子 好 这个家里小朋友有教我 这个应该要念头子状 好了不管怎么样 看字总明白吧 好把它切成正方体 六个面都均匀的大小 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不过呢 就是注意一下形状就行了 那板豆腐呢 本身呢它就比较硬一些 所以呢在切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皮啊 要稍微来回的 画几刀 它才会容易切得整齐 好 起油锅之后呢 就把豆腐啊 放进去煎啊 那这个我有稍微的 跳过一些流程 所以呢 你会看到 怎么那么快就金黄了 不是 我又剪掉一些时间呢 所以呢 把它煎到金黄 大概要五到十分钟左右 不用了五到十分钟 大概五分钟左右啊 那就起锅备用了 然后呢 就把节瓜 洗净之后啊 把它切一切 那节瓜呢 不用去皮哦 这皮是非常营养的 那把它切成 你喜欢的形状 你要切成片 切成丝 或者是怎么样 都可以啊 那主要呢 就是你希望它吃起来 是什么样的口感 那节瓜这一次 我用炒的 之前呢 我用煎的 其实风味各有不同 好 那么爆香之后呢 就把节瓜放到了锅子里 开始来拌炒 那节瓜呢 其实 比较需要 就是长时间 小火的烹调 但是如果说 你是要用炒的啊 那可能就要加一点水 去加速 它的软化的程度 那之前如果说 我用煎的啊 大概 五到十分钟 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也是有点 时间啊 那煎到两面呢 都金黄金黄 就可以起锅 那用煎的方式啊 其实吃起来味道 香到不错啊 我也非常喜欢 尤其是煎好之后 撒上胡椒盐啊 那今天呢 我们做的法不一样 今天用炒的方式 那炒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 有点断生了 那我们就来 加入一点水 来继续来翻炒 那加入水之后啊 其实呢 就可以把它盖起锅盖来 来焖煮一下 可以加速它熟化的过程 这个速度 那你看哦 慢慢的变黄了 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入了 豆腐 然后再加一匙的酱油露 那加酱油露呢 其实主要还是希望可以让豆腐吸一点汤汁啊 因为豆腐本身是没有任何调味的 我买的是板豆腐 就是没味道的 所以呢 你必须赋予它一些味道 要不然哦 可能会 味道不够 或者是你吃起来会觉得 太淡了 因为 这个料理主要我是要给家母吃的 所以 味道太淡 大概也会不接受 但是 我还是要做淡一点 因为它本身不能够吃太咸 所以呢 我就再加一点点胡椒盐的调味 那 最后呢 它吃起来就觉得 好淡哦 可见它之前吃了多咸 不过呢 如果说再加 重一点的口味 确实 会更好吃 所以就 看各位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 味道 那你就自己来做调配 你要加多炼盐吧 或者是胡椒盐 或者其他的 辣椒酱等等 你都可以来做调配 那炒起来 一样会 非常的好吃 那 你看 哇 哇 完成了 好 驼子豆腐 炒结瓜 上菜咯 希望你会喜欢 不要订阅哦